白俄罗斯国防部20号宣布将延长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 以因应两国边境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 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结束日期 意味着俄军可能无限期驻扎白俄 遭美方痛批是在加深乌俄边境的紧张局势 且一再验证俄国将入侵乌克兰的事实 但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则反控 美英情报人员对于乌克兰情势的评估不能相信 因为他们在美军带头侵犯伊拉克前 曾犯下许多严重错误 他还说没有人能对俄国在国内何处军演指手画脚 俄军目前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乌克兰 北面的白俄有三万名俄军 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不到200公里 极具威胁性 而最新卫星照也显示 俄军在乌克兰边境展开新一轮部署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警告当地美国公民 应尽快制定撤离俄罗斯的计划 而欧盟执委会20号透露 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 将遭到的一些制裁细节 俄国将被切断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 也无法取得重要的出口商品 欧盟执委会也强调 制裁会等俄罗斯真的发动入侵才会实施 制绝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呼吁极客制裁的要求 同时也呼吁俄罗斯重返外交管道 积极与各国展开对话 而在乌俄危机中 积极斡旋的法国总统马克宏带来好消息 当局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丁承诺 会在与白俄罗斯军演完立刻撤军 并且同意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讨论乌克兰情势 白宫则说拜登原则上同意 但先决条件是没有发生战争 至于拜普会何时展开 以及会如何进行 还没有进一步说明 环宇新闻沉浸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